美国西部多个州今年夏天正经历高温天气 这不只使得干旱问题进一步加剧 部分地区气温甚至达到120华氏度的危险高点 连带影响到加州数个葡萄酒产区及产期 弗雷斯诺县农业局首席执行官瑞安·雅各布森表示 今年的葡萄成熟特别延迟 因为如果温度太高 葡萄树所有的机能都会缓满下来 甚至停止 即使之后提供充足水分 这就是为什么在高温干旱的环境下 葡萄依旧不会成熟的主要原因 同时高温也渐渐影响到葡萄收成 必须改成夜间采收 因为夜间温度更低 且没有灼热的阳光 采摘的葡萄香气和风味物质不亦散意 可以更好的保持新鲜度 同时葡萄在低温的状态下 糖分会更稳定且发酵进程 也能被更好的控制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导